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,如果未訂閱的朋友,歡迎訂閱、留言、like和share 最佳開啟的鐘仔,讓新片出可以馬上通知你 如果方便的話,麻煩頂到尾 今天下午有得突發新聞,就是一直受到財務困擾的鄧成波家族 被一間財務公司在昨日入稟高等法院 要求鄧成波兩個兒子出售兩個位則如沖英皇道的單位 以償還拖欠財務公司66808萬和利息相關款項 今次的原告就是補原財務有限公司 而被告就是鄧成波遺產管理人包括鄧耀文和鄧耀星 入稟狀指出今年5月,高等法院判被告需要償還66808萬 以及年代6250萬元的利息 現在要求原告要以市價公開拍賣或私人貨售方式 出售位於則如沖英皇道複窗樓一樓兩個單位 用支付法院裁定的債項 這筆財務公司的債項應該是波叔生前借下 現在欠一億二千多萬,兩個複窗樓單位加起來 都不知值不值600萬,都是於事無保 另外,啟德新盤再陷於大運戰,由中國海外發展 為啟德跑道區的維港雙鑽 在今日公布首張價單,涉及141伙 面積由247呎到493呎 涵蓋開放式一房和兩房 整批單位截實軍呎18456元 交近期柏惠森一首張價單 17188元貴了大約7% 而整個項目涉及702伙,早前獲批入伙子 現時以接近現樓的方式發售 看回資料,維港雙鑽這幅地 主要是望回九龍灣內海方向 由中海在2020年12月以42億7,280萬投得 地皮面積是59,719呎 以最高可建築樓面32萬8千呎計算 即每平方的樓面地價是1309元 略高於當時市場的預期 這個樓面海景一般,但也有好處 將來可以看到都會公園 遠一點還可以看到啟德體育園 計算項目地價大約13000元一呎 加上香港建築成本連同利息 今次首張價單均18456元 發展商都是和和果果,但求全身而退 令新世界與遠東發展合作為啟德跑道區的柏惠森 公佈最新部署柏惠森3加推30個單位 並且會在星期六,即9月7日,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75火 這75火扣除最高折扣18% 連同28000元的中秋禮遇後 折扣均18778元 另一個重頭戲就是新地旗下 留花期大約10個月的 啟德天曬天第一期 發展商公佈了 項目最快下星期上載樓 之後就會開放示範單位和開架 維持在今個月內開售為目標 而這一期總共有906個單位 另外由於零售市道氣氛持續低迷 有老牌家族以低價放售核心區的大型地鋪 鋪位位處旺角花園街18-24號 華園各地下建築面積是2996呎 在燕廠街和燈打時街之間 是旺角最核心的位置 人流極旺 分間成6個鋪位還有外牆的廣告位 市傳最新以1億2500萬年租約賣出 而目前所有的鋪位都有租客 分別有4間食市租用 包配有唐記、鮑點和分額、冰室 總租金高達624600元一個月 如果按照最新的成交價計算 新買家將會享有高達6厘的租金回報 連6厘的旺區核心舖都賣 都別說不掙扎 而物業一向由老牌建築商持有 早在1999年2月以5400萬買入 根據代理透露 全舖最初叫價2億 其後一度調整至1億5200萬 最終近日以1億2000萬賣出 折合車價大約41,722元 另外市場有消息 百億舖王黎永濤 在5月初連環賣出美麗都大客的地鋪 其中一個鋪位以涉價2800萬賣出 消息人士透露 接手投資者簽了正式買賣合約 和支付10%的訂金後 最終沒有繼續完成交易 例如永濤會收訂金280萬 而且以原價重推 以這鋪位賣出2800萬的時候 黎永濤要虧2000萬 涉幅高達42% 而當時接手這鋪位 有報導說是一名美籍華人 如果我沒有記錯這位仁兄的那段時間 應該不止買入一個鋪 另外香港01今早有報導 中銀香港在今個月 已經重啟現金回贈 雅度介乎0.1-0.25% 隨即有消息說有其他大行都加入戰團 其中渣打其實在上個月 已經重啟現金回贈 雅度600萬以上 可以享有0.1-0.2%回贈 而恆生日前也推出現金回贈 回贈的額度介乎0.1-0.2% 主要針對400萬以上的安保客 以及目標客群之一 即是有穩定出量紀錄人士 至於另一間大行 匯豐暫時未重啟現金回贈 但已重新推出預先批核服務 現時香港樓市的主旋律 都在吹奏中減息解遷售 稅銀都加入吹奏 他們的房地產分析師梁展嘉表示 本港的住宅樓市調整的傾向屬於周期性 又指租金營業錄得上升 意味著市場需求仍然存在 而政府人才政策 吸引人口流入 能夠有利長遠樓市的發展 所以認為對於後市不需要太悲觀 而他在去年年尾預計今年樓價 全年跌0-5% 目前實際跌幅已大於他的預測 但他預計隨著美國在9月減息 本港的樓價跌幅有望收窄 交易量有望回升為價格帶來支持 不過他提醒亦需要留意本港的經濟情況 包括失業率會否惡化 這是目前本港樓市最大的隱憂 如果相對本港住宅樓市 他更擔心本港的寫字樓和零售市場 他認為傾向於系統結構性調整 而非周期性 甲級寫字樓的租金在未來數年會持續下跌 空置率方面更加會由現時的13-15% 升至到雙位數字超過26% 由於目前市場需求有限 再加上內地經濟未如理想 會影響內地企業 搬到香港或擴大香港寫字樓的意欲 當然我不是太同意 他關於香港住宅樓市的分析 有可能他只是低下頭 著眼於數據 沒有留意香港法庭新聞和國際時事 另外今天第二條片 也要跟進一下二手的摄像干 第一間為粉嶺的裕亭縣 六座中層B室462尺 賣了513萬8 車價大約11,100 業主在2020年以636萬買入 次科四年將免費122萬 相等於19.2% 第二間屯門的裕半山 以A座中層C室386尺 賣了430萬 車價大約11,100 業主在2019年以601萬買入 次科五年將免費171萬 相等於28.4% 第三間是啟德的家匯 有三座低層F室356尺 賣了539萬 車價大約15,100 業主在2017年以一張合約買入兩個單位 當時造價是1525萬2 兩個單位的質素相近 除開每間是762萬6 次科七年 賬面虧了223萬6 相等於29% 而業主另一個單位 現時仍然放賣 第四間是東沖影灣園 11座中層C室563尺 賣了558萬 車價大約9900 業主2020年用了678萬 賣入 其後裝修 次科四年 賬面虧了120萬 相等於18% 還未計算裝修費 第五間是元朗 7A座中層B室497尺 賣了468萬 車價大約9400 業主2016年用了548萬買入 次科八年 賬面虧了80萬 相等於15% 第六間是元朗 上月嶺一座低層F室 270尺 賣了318萬8 車價大約11800 業主2018年用了398萬 9000一手買入 次科六年 賬面虧了80萬零日 相等於20% 第七間是元朗 採業亭13座 中層置室693尺 賣了715萬 車價大約103 業主2018年用了886萬 賣入 次科六年 賬面虧了91萬 相等於11% 第八間是 沙田雲鼎峰 中層B050 415尺 賣了470萬 車價大約11300 業主2016年用了570萬 賣入 次科八年 賬面虧了100萬 相等於17.5%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訂閱、留言、LIKE 及SHARE 還有一間開門的鈴鐺 方便的話 麻煩頂到尾